當虧姬Davis因了傷病和年紀 在場上的影響力慢慢下降的同時 中華男人並沒有坐以待斃 持續尋找新的規劃人選 最終有一名身高211公分的白人大哥卻平重選 他曾經在2019賽季幫助寶島夢想家 在ABL拿下例行賽龍頭寶座 低位腳步優秀還有了戰鬥陀螺的外號 從2020年開始球迷紛紛在網路上喊話 藍鞋怪怪他成為新台灣人 結果一年的努力 阿廷諾正式成為台灣人 可以代表中華隊參賽 不過在亞洲杯的表現卻是差強人意 來到PB力也沒有找回當年在ADL T1的統治力 讓背負不少罵名 阿廷諾一路以來籃球路是怎麼樣的呢? 到底他是怎麼取代戴維斯 成為新的中華隊內線核心呢? 哈嘍大家好,我是球員小編,AKA胖爺 阿廷諾原名William Joseph Artino 生於愛爾華州 而曾經來台效率的歐布萊恩也是生長於此 不過當地出產的NBA球員過少 讓小時候的阿廷諾最先接觸的是棒球 直到小學三四年級才開始喜歡打籃球 因為他喜歡在球場上跑跳的感覺 他也跟其他美國小朋友一樣開啟雙棲之旅 算了高中,阿廷諾在四年裡當了三年的雙棲球員 直到高二時他站在籃球與棒球之中作出決定 雖然說,阿廷諾在棒球這塊領域表現得十分出色 但他自己卻認為打棒球有點無聊 高分時間都是站在原地 在時尚高三的夏天 阿廷諾瞬間抽高了20公分 加上喜愛跑跳 他毅然決然選擇籃球 在高四場去18分 12.5籃板三火鍋 獲選了愛爾華州年度第一隊的肯定 以立下未來成為職業球員的目標 大學時期的阿廷諾 就讀了離家裡比較近的Crington大學 這些大學出產的球星 除了上古神獸Paul Sillas之外 最有名的就是神獸手Kyle Culver 而阿廷諾的學長 也是大命令的Dub McDermott 不過,阿廷諾不像學長一樣 始終備受矚目 他就跟一般的拳員一樣 從大一到大四慢慢累積上場時間 直到大三才開始有了先發機會 但是四年下來 阿廷諾的大學生涯 完全激盪不出水花 場均只有4.6分 三年也籃板 不過,0.64失誤 整體命中率高達61.5% 可以證明他的籃下接球 跟終結的把握度 還是很不錯 大學畢業後 阿廷諾也隨著學長 McDermott的腳步 投入2015年的選修會 但是,平庸的數據 也造就了他落選的命運 一心 想成為職業球員的阿廷諾 並沒有留戀美國這個生長 培育他的土地 決定前往海外發展 生涯第一戰就是從歐洲開始 三年內輾轉了愛沙尼亞 丹麥 塞浦拉斯 羅馬尼亞 雖然薪資不高 但也算是達成了職業球員的夢想 正讓他以為整個球員生涯都會帶在歐洲度過 一通來自台灣的電話打了過來 剛在ABL店裡的報導夢想家 伸出了橄欖枝 剛好遭遇球隊欠欠的阿廷諾 身上僅剩50美金 在經濟的考量下 決定踏上前往亞洲的班機 正式與台灣 結下緣分 加入夢想家後 阿廷諾馬上華為拉在球場的影響力 六十系列身高搭配靈活的移動速度 雖然外線沒有特別準 但在中距離的表現 可以說是相當出色 與Milker Miller Tayvon Glass 錢肯尼等人 忙著去年電體的夢想家 一路躍升成為聯盟第一 雖然第一輪遭到T-Long的淘汰 但是阿廷諾的貢獻 球迷都看在眼裡 剛好原本的規劃洋將戴維斯 年事已高 並且受到傷勢困擾 規劃阿廷諾 這個口號慢慢在球迷之間跟網路上傳開 但是要成功規劃 不是說完隔天就能順利成功的 中間的手續非常複雜 也導致阿廷諾的簽證受到影響 沒有辦法留在台灣 為了養家 他選擇去了巴林、馬來西亞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導致賽季縮水 隨後轉戰了墨西哥、烏拉圭、香港 看到各個國家處理疫情的方式 讓阿廷諾回想起來在台灣打球的時光 與老婆討論後 有了成為台灣公民的想法 阿廷諾覺得在台灣打球 非常的舒服 不像在南美洲的個人主義 也不像歐洲非常自私的打法 台灣更注重的是團隊合作 隊友們都是非常優秀的射手 只要能善用自己的優勢 為隊友創造出空檔 就有大機率能贏下比賽 經過來接一年的努力 在2021年11月3日 阿廷諾正式通過規劃手續 成為繼戴維斯之後的 新台灣人 取代戴維斯成為中華隊的內線支柱 阿廷諾在國際賽場的表現可以用 乏善可乘來形容 也許是不像Q一樣在台灣打了幾個賽季 與本土球員慢慢產生默契 阿廷諾這幾個龍段完全找不出在 ABL戰鬥陀螺的狀態 甚至在低位接球 也時常會有奶優手的情況發生 瞬間讓他從人人喊規劃的強力外援 變成人人罵的新台灣人 這個情況雖然到T1有所好轉 但是到今年的P-League賽季 甚至是最近赴日宜訓的友誼賽 阿廷諾都沒有辦法像戴維斯那樣 串起球隊的攻防體系 遇到比自己高大的洋將 也不會像過去透過靈活度甩開對方 反而是想靠著力量硬拼 這也導致他在球場上的影響力急速下滑 到了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什麼球迷期待 阿廷諾能代表中華隊什麼改變了 不得不說以台灣籃球的環境 能有一兩個規劃球員就已經是非常萬幸了 問題在於籃鞋希望在國際賽打出好成績 但在給予規劃球員的待遇上 又比不贏其他國家 亞洲國家除了韓國、中國 其他國家都不只一位規劃球員在待命 從阿廷諾的例子來看 是否不應該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目前的阿廷諾的合約直到今年年底 到底要沿用 還是多方尋找更適合台灣的關華洋將 才是目前的問題所在 以上就是今年的影片內容啦 你認為阿廷諾跟戴爾斯 哪個對於中華隊的影響力比較大呢 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